在成都车展上 坦克400正式亮相 全新坦克400采用了极副棱角的机甲风格 诸多直线条的应用 开创了坦克家族车型的新造型设计 宽大的保险杠以及全地形轮胎的使用 都能感受到这款车别具一格的硬派风格 车内除了保留一定硬派风格之外 其实还注重了对科技配置的应用 三个炮筒式的仪表盘 其实是叶金屏模仿的指针效果 中共屏尺寸也很大 车机系统UI也是走的硬核路线 坦克平台车型都将采用非承载式的车身 搭载长程自研的3.0TV6发动机 最大功率260千瓦 峰值扭矩500牛米 传统系统匹配长程自研的纵制9AT变速箱 此外新车还有望提供2.0T加9AT 3.0T加48V轻混加9AT两种动力组合 为排复古潮架以经典的复古元素为基础 定位是中型SUV 整车以现在非常受欢迎的复古风格而打造 硕大的车头 外扩的轮煤 圆形的大灯 都凸显着上世纪30年代的主流经典 还有前脸的圆形大灯内部融入了LED光源 在凸显复古之美的同时 又不失现代文化 尾部为了呼应前脸 同样采用了圆形尾灯 精致的小书包造型完美地体现了个性化的风格 给人很高端大气的感觉 新车的内饰结合了现代和古典的风格 采用了比较显得宽敞的环抱式中控设计 液金仪表盘和扩展到富价实费的双联屏 显得很有科技感 在本次成都车展中 未排新一代的智能复古潮架 可以说是非常抢眼的存在 无论是纯粹的复古外观造型 还是时尚豪华的内饰造型 都以引领之势开创着全新赛道 8月29日 东风雪铁龙携五色的法尔赛C5X 齐聚成都车展展台 法尔赛C5X前脸造型圆润饱满 富有层次感 V型齿轮前车标 向左右延展贯穿至整个车头 并与LED日间行车灯融为一体 而且视觉效果十分犀利 行车尾部设计起来也是比较有个性 分叉式的尾灯与前大灯造型相呼应 法尔赛C5X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设计 二级车型增加ACC自信巡航系统 12英寸彩色高清 触摸大屏等配置 独享尊贵豪华 动力方面 法尔赛C5X搭载最新的1.6T涡轮增压全铝发动机 最大功率提升到了175马力 峰值扭矩为250牛米 变速箱方面匹配的是8速自动变速箱 在成都车展长安福特的展台 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还未上市的EVOS 来到车内 EVOS也表现得非常的激进 取消了所有的物理按键 有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和27英寸的中控屏 囊括所有 长度足足达到了1.1米之长 贯穿整个仪表台 得益于4920毫米的车长 以及2945毫米的轴距 EVOS不论是前排还是后排 在空间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的充裕 动力部分 新车将会搭载一台2.0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238马力 这一点倒是有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毕竟从静态方面来看 不论是跨界的车身设计 隐藏式门把手 还是非常夸张的内饰设计 EVOS都给人一种电动车的感觉 感谢观看